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實 希望我的頻道先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再來天天節官方 右神再臨回信官方 有在3月31號有公告 五位英靈的神兵齁 那就是先見豬腳團的神兵 好 來 那這是五位神兵的 五位神兵技能的英靈齁 各是凌月爐趙令兒 以逍遙木龍珍跟直韻齁 兩個極品跟三個絕品 好以逍遙無成劍齁 那無成劍氣 那有方角色陣亡的時候可以獲得悲竊齁 還有最先萬用部的狀態 好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齁 為什麼呢 有方角色陣亡的時候大家還記得仙劍奇俠傳 呃一一二代 三代我不確定有沒有 但是一二代在隊友就是 被打到掛的時候 然後那個 底下喔就會說 林格 然後就會攻擊力上升這樣子齁 好然後 鎖德這邊把他變成就是 有方角色陣亡的時候可以獲得什麼什麼的狀態 就是有點就是致敬的意味在 所以剛才看到這個還蠻有 蠻有趣的 好 背一千跟最先萬用部是什麼呢 背一千是使用絕學的時候呢 傷害提高到7到15% 差不多 呵呵 真的蠻有趣 然後最先萬用部是移動力加1齁 可以跨越障礙 那 最先萬用部就是 李孝那個天賦那一招啦 那他在這邊 假設有人死掉的話就可以獲得 那 看起來 應該是 召喚物應該也可以算才對 看一下策劃說我有沒有做 好 不過這 這些東西呢 實際上都要實測之後才能確定 不過 召喚物也算才對 這爆氣啦 跟那個以前玩那個 先見單機版的時候一樣的 一樣的意思齁 那這去幾回合 一回合嗎 對一回合 然後 星級的差別只有 傷害 傷害提高的差別齁 好 好 嗯 你說強不強嗎 我覺得就是尚可 尚可 但是他這個觸發方式 是蠻環原作的啦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不過 嗯 一招一下有這麼強的角色 應該說在他單機版裡面這麼強的角色 這樣子是有一點點稍微 我覺得是中間啦 不差 但也沒有到非常強 就是如果真的要練這個神兵技能的話 李逍遙我不會先練 對 好 再來 靈兒齁 靈兒齁 靈兒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聖靈則木 攜帶新年狀態的時候 新年就是他那個免傷 我記得 我記得是免傷30%那個buff 那你在 神兵技能開啟之後 有新年的狀態的時候呢 對戰中法攻提到3到15% 然後 喔 新年狀態消失的時候 會獲得一點氣力並且驅散 一個有害狀態 喔 而且你還練到最後面才驅散一個有害狀態喔 這靈兒的完全不行啊 而且法攻才提高 也是提高法攻 呃 獲得一個氣力是還不錯啦 但是 因為這個氣力齁 因為 你 你 新年的狀態啊 其實蠻好觸發的 讓我可以獲得一點氣力 增加夢蛇 的那個氣力值 我覺得是ok 但是他那個驅散與他狀態 這樣子是有點少 不過他可能是因為 考量到說 你如果升 很容易升上去的話 一開始就1 或2 3 應該不可能這樣 可能我覺得可以 前面3個是 前面4個是1 後面是2 我覺得這樣可能他優勢會比較 會比較多人想要去練 不是優勢啦 然後他這邊神免技能 策劃說是說 可以 擁有新年狀態的時候 單點力度 對這倒是啦 但是 因為你受到攻擊 新年狀態消失 可以累積 是 呃變身的氣力 這是不錯啦 可是你要練到15 就是最高的星數 你的 要花的那些材料 其實很多很多 嗯 我也不會先練 靈兒的 然後月魯的 我看應該更慘吧 OK 看起來都差不多齁 逐月 然後 暴擊率提高565% 消耗氣勁的時候呢 可以獲得60到100%的機率 實際主動絕學 喔 減少1 嗯 暴擊提高是OK 然後 冷卻 冷卻 絕學 減少1 好像也可以 可是 我都覺得這樣還好 不像單一那種那麼有特色 嗯 會改吧 我覺得 三位都蠻普通 普通的 就是 我不會特別去練他們 對啊 我一定是先練 冰璃的 我光連冰璃都還沒有弄完 好 再來是木龍針齁 這是我的想法啦 但是 呃 實測過後說不定很強 也不一定 對 好 再來是木龍針嘛 那 技能是升平 太佑 傷害跟治療效果提高 8到20% 行動結束的時候 對兩個內的一個有方施加岩凱狀態齁 OK 欸 我覺得他的還比較好一點點 應該說 以木龍針來說 因為我都是用他來放 那個 治療效果跟聖瑞 那他傷害可以提高8到20% 我主要是為了效果啊 因為我沒這樣用他打人的 可以提高到8到20%其實蠻多的 因為有些 劇情關卡 是不能帶助友的 我就會帶木龍針 那 可以幫忙提高傷害是 呃 幫忙提高這個治療效果是不錯的 當然就是 一樣 一樣的問題啊 就是材料的 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不會優先去練木龍針啊 除非材料之後很多的話 但是 可以對一個有 有方施加岩凱狀態 這個是還不錯啦 對 這個是還不錯 一個 兩個內水的一個 OK 也就是說你只要開啟 先把這個技能打開之後就可以獲得了 是還不錯 我覺得有岩凱這個效果是還不錯的 好 再來是職運齁 遭受雷獄回升 遭受攻擊 對戰中法術免傷 OK 提高7到158 受到的傷害不是暴擊 10 對戰後會回復氣血 喔 為什麼要特別講暴擊啊 蛤 OK 好 反正這時候回復啦 如果沒有被打到暴擊我會回不氣血 恩 因為他本來就是法防高的角色 不過他一樣是基品卡 所以 一樣是優 不會優先升他 所以這兩隻來說 慕容貞跟直韻要練的話 我會先選慕容貞 恩 直韻反而不會 看一下 不過阿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連續觸發的喔 因為他是體位嘛 你一直幫隊友擋 假設三隻隊友 欸三隻敵人打 打隊友 直韻防 防衛 護衛的話 每一次 都不是暴擊的話 他每一次都可以回 回一點點的血 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就增加他戰場的續存力啦 OK 這邊有強喔 蝦瑤哥哥的技能還原 OK 跟我想的一模一樣喔 然後 嗯 李蝦瑤我覺得OK 但是靈兒跟 嘖 嗯 體高3%是不是太少阿 李蝦瑤都7%了 他那個傷害不知道是怎麼 怎麼去看的 為什麼只有3 靈兒我覺得這樣太少了 其實靈兒很強 你知道嗎 我曾經用靈兒去打 呃那個 九車 九路塔 靈兒一次一口氣 我可以幹掉四隻欸 而且不 不靠 不靠 助遊補血 所以靈兒其實是很強的 所以 呃 只是這個 這個提升真的太少了啦 這個我不會優先點 那月爐提高暴擊 我可以接受 那 好像就是 沒有什麼特 很大的特色 有點可惜啦 好 那這個就是 今天的神編技能介紹 那 有什麼問題 或是 要討論都可以到底下留言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推曲Bilibili還有Disco 感謝各位今天有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